今天就是8月15 团圆节了 必须整点红烧肉吃 就来个不用油炸 不用炒糖色 不用穿水的红烧肉啊 锅里面是来点油 然后把五花肉给他怼入 开中火给他煸炒 一直给他煸炒啊 看到没有五花肉的油份给他煸出来了 然后给他撇出来 然后往里面加入白糖 用冰糖也可以啊 然后一直给他翻炒 就相当于炒糖色了 看到了没有 颜色上去了 是不是 证明白糖起到作用了 然后往里面加入啤酒 啤酒的话 败瓶就够 光加啤酒也不行 容易缠出酒架 再往里面添两勺水 加入大号葱姜 再来两片香叶 一个八卷 再来的老抽酱油给他调色 生抽酱油调味 开锅以后关小火 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 然后中途再给他加入盐 盐不能早放了啊 早放的话肉比较馋 所以要中途放 家里面挺好的 可以放点鞍唇蛋进去啊 然后加上盖子 再次小火慢炖 给他煮到啥程度啊 看到没有 捞出一块肉来 哭吃一掐 过去了 然后开大火收汁 这不就好了吗 虽说老弟不能陪你一伤 但是你的胃 满满灯灯 中途